大家好,我是嘟嘟 我是彼得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今天来做个很美味的芝麻花生酱 再用它做个蔬果鸡丝沙拉 这酱料香味很浓而且多用 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吧 OK,那就不能错过了 马上开始 舅舅先将芝麻花生酱做起来 首先,先将花生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再晒干 倒入干货内,低火炒香 炒至花生米表面微焦 一捏就能去医 像视频内这状态就能离火 这时候温度很高 待稍微降温后再继续 白芝麻一样清洗干净后再炒香 舅舅,一次会处理多一些 炒香后灌装密封冷藏 用时方便 是的,这炒香过程约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甚至花生米还微热时 用手将花生米抓一抓 揉一揉 将花生米去医 再倒入料理机中 做间歇性搅拌 要变到手气吗? 搅拌成这样粗颗粒状态就好 好的 货内倒入约100毫升食用油 20克小红葱切片后 冷油下锅 炉开中低火 将葱片爆香 油爆至葱片金黄色后 老体 沥干油分待用 接着 相同的做法 将20克蒜末爆香 泡香后 沥出油分 油炸后的蒜末酥摊开散热 降温待用 料理盆中 勺入四大匙冷却后的炸葱油 三大匙生抽 一小时白糖 完整的食谱 会在视频说明栏里清楚列出 先拌一拌 将白糖拌开 接着再将其他食材加入 140克花生碎 预先备好的油葱酥 二大匙炒香后的芝麻 拌份蒜末酥 另拌份保留备用 再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 很香呀 是的 味道香浓 正是这芝麻花生酱的特色 拌匀后 美味的芝麻花生酱就完成了 这是一种味道特别香浓的酱料 可以当成蘸酱或多用途酱料使用 用来拌面 加入红萝卜青瓜丝也好吃 口味浓带两相宜 真的很美味 舅舅今天要用它做个蔬果鸡丝沙拉 大家一起来看看舅舅怎么做吧 鸡胸肉一块约130克 这鸡肉大小可随个人喜欢做调整 放入锅内清水煮熟 五分钟后 取一根筷子测试熟度 筷子可戳入即使鸡肉已熟透 质量备用 取出清理后的蔬果 适量的沙拉菜 一条脆瓜 红与黄甜椒各一个 一个柠檬取之备用 十个小番茄 所有食材预先洗净 再控干水分 首先将黄瓜去皮去籽 再切成小块状 黄瓜の面汁 红与黄甜椒先去紫再切成丁 大家可以随个人喜爱 选用或令添加这沙拉凉拌菜食材 比如红萝卜切丁 玉米粒 苹果等等 都没问题 小番茄10个 对半切开 将切好的蔬果放入冰箱 冷藏一个小时 接着将冷却后的鸡肉 用叉子刮成丝 依照视频中做法一样处理 如素的朋友们 这鸡肉丝就不加好了 这沙拉菜就就当正餐享用 所以需要多一些蛋白质 才会营养均衡 上班族的朋友 可以参考下这做法 备好鸡丝待用 取出冷藏后的蔬果 将半个柠檬汁倒入 喜欢口味更酸的朋友 这柠檬汁可多加一些 再加入鸡丝 烧入五大匙芝麻花生酱 二大匙炒香芝麻 将所有食材拌一拌 美味可口的蔬果沙拉就完成了 拌匀后可先试个味 口味上可随着个人喜欢 自行调整 喜欢味道偏香浓的朋友 芝麻花生酱可以多加一些 喜欢清淡口味 酱就少放 总言之 不论怎么调 这蔬菜沙拉都很美味 撒上适量炒香芝麻 与油蒜酥 嘟嘟 来试试吧 口感上冰冰凉凉的 很爽口 真的 加上磨成粗粗的花生颗粒 嚼在口里 一股清香的芝麻花生香味 直冲脑门 真令人陶醉 这芝麻花生酱很万用 加点腊油可当成火锅蘸料 肉类炸至香酥 再沾上紫酱 就是很美味的送酒小菜了 试试看吧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